现在我来教大家怎么添加一份饮料 点一下菜单也在菜单编辑里面 添加饮料是这样子的 饮料现在我们号码不管它 它号码现在是摆到175号 饮料比如说我们先添加一个可乐 叫Coke Coke Coke 中文的话我们也叫Coke Coke 价格比如说50匹就是0.5就可以了 然后按钮我们给它配一个按钮 比如说57号没有用 或者50号都可以 我们就配在57号最后一个按钮上面 点一下57 然后我们给它输drink drink 中文我们也输drink drink 然后点保存按钮 这样子按钮就保存成功 那我们Coke 添加了按钮57 因为57打钩了 如果黄打钩就没配按钮 打钩了它就配按钮 所以Coke就配到57这里 等下1.57我们就能看到可乐 我们在现在点保存才完成的添加 然后可乐添加完 我们再添加一个dike 比如说下面是排到176 点一下这个按钮 176就上去了 那我们点一个dike dike dike coke co可以 那个中文名也叫dike 好 那dike 可以卖50匹 可以输0.5或者0.5都可以 系统都会认识 输完这个呢 我们要把coke 这个drink给打钩 因为我们要把dike coke也配到drink这里 是不是 等一下drink里面就有两个 一个是coke 刚才我们配的 还有一个dike coke 我们现在要给它配 点保存 确定就成功了 那我们出去看一下 点一下cancel 再点cancel就出来了 这个切换一下 看一下 刚刚输了一个drink 我们drink里面有两个 一个coke 一个dike 我们点一下 看 点一下drink 你看 上方有coke dike 我们点一下 看看 点一下coke coke就出来了 它是0.5p 0.50 就是50p 还有一个dike coke 我们点一下dike coke dike coke 也出来了 也是50p 然后当然可以添加更多的 只要进入菜单 再点一下菜单偏辑 现在排到177号 我们再数一下 一个7up 就是7型 我们中文名 英文名也叫7up 然后价格也卖0.50 就是50p 然后它要配到 按钮 57号去 点一下57 然后就是7up 配到57的按钮去 点保存 点确定 这个就保存完成 然后我们点cancel出去看看 然后点一下drink 现在就多了一个7up 你看 再点一下7up就过来了 所以 饮料配置就完成了 OK 谢谢你 现在点 谢谢大家